关心一起不幸的火场消息 台南市六甲区一处联动的铁皮住宅 在今天凌晨突然传出了大火 其中的一栋铁皮屋三层楼全部陷入火海 屋里五个人包含了一对夫妻和三个小孩 逃到了顶楼的后阳台 但火势实在太过猛烈 温度也非常的高 第一时间消防人员难以进入 直到把火势控制住 已经是两个小时过后了 消防员入内搜索时 发现五个人都已经明显身亡 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八岁 慈济志工也立即展开关怀 同时也会评估给予后续家属协助 半夜两点多台南六甲一栋透天措 三层楼都陷入火海 紧销一度无法靠近救人 燃烧的是一间农机行 里头堆放易燃物多 又铁皮加盖助长火势 一家五口三大两小 最小的才八岁 全倒卧在三楼外阳台 目前仅剩下大女儿 因为出国表演才逃过一劫 异常火警几乎带走全家 慈济志工也启动关怀 陪伴家属度过悲伤 大爱新闻珍 美志工陈和申台南报导